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一起来分享 老师您好 请说 对我看今天所读的 我就总结了一下 不知道对不对 就是恶人是 119 恶人是the wicked 是吗 the wicked 那就是一定要加 如果是weak 那就是作恶是吗 the wicked的用法 这种用法是定观词 加形容词 比如说the poor the rich the wicked the sick 都是指 那一类的人 那一类的人 用法是定观词 加形容词 表示的是有那种特征的那种人 因为他有所指 你必须用定观词 所以wicked 所以wicked是形容词 wicked本身是一个形容词 但是他用在这里 加了定观词以后 他是做一个名词来用 the wicked 指的是那样的人 作恶的人 所以如果说比如说the poor poor不是也是形容词吗 是不是p-o-o-r 穷人的穷 对不对 the poor 就是指那样的人 所以是指的是穷人 就是那样穷的人 不是那样穷这样穷的问题 而是指 那一类 像穷的人 只要是符合p-o-r的那样的人 所以他是有所指 他不是指说 这个概念你一定要先有 为什么用定观词的原因 他用定观词的原因是有所指 他特别指那一类人 有那种特指的人 所以我们说the poor 我们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用 比如说the poor the rich right the righteous the righteous righteous本身是个什么 是个形容词 right 是不是 所以是公义的人 OK OK the什么 我们现在是wicked OK 那我看到就是 今天还有讲到就是 那个愚昧的人 simple 那个也是吗 simple不是也是形容词吗 the simple 就是愚昧的人 simple本身 他翻译成 在这里中文翻成愚昧 可是你要了解他 为什么说是愚昧 他指的是那种人是脑筋很简单 他不是很了解神的话语 他没有做很深入的去思索的人 所以这种人叫simple simple本身是一个形容词 所以符合我们前面的这种用法 定冠词加上一个形容词 指的是符合那种条件的人 所以the simple是指那一类那种形式的人 那么就是愚人 就是这里愚人是不是也可以翻译成别的 比如说 你翻译成什么都可以 我不擅长中文的翻译 但我们在这里理解的就是 我解释说simple的原因 为什么说simple 是指这一类的人 他们不太了解神的话语 他们没有仔细深入的去研究 所以这一类的人是这种脑筋很简单的人 那么就是一百二十二的那个 骄傲的那个 不会读 二十二我看看 二十二这个 arrogant 这个也是一个用法 也是形容词 对它也是一个形容词 OK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也是欺压我的人 那个好像就是 appraisers 我不晓得在什么地方 在一百二十一 appraisers 它是一百二十一对 这个appraiser appraiser是本身是个名词 my appraiser 它不是要像我前面的那种用法 你定观词 加什么什么东西 OK 我们这里是appraiser 本身是个名词 OK 那就是说appraise就是欺压 那么加了 or就是欺压我的人 不是每一个都是用这种规则的 你可以这样理解 你可以这样记 但是我只是告诉你 不是每一个都是这样的规则 appraise刚好是一个动词 比如说欺负人家 OK 欺压人家 appraiser是加or 因为有些是加er 有些是or 也有ar结尾的 所以你不能讲说 哦 刚好动词加or 就变成一个人 depends 看什么情况 好的 那么 除人是servant servant 就是 他是一个名词 servant 重音在第一个 servant servant 他就是一个名词了 就不能说their servant 是吗 你要看用在哪里啊 你要看用在 你不是说不能用 可以用啊 the servant 你不要把这些东西都 混为一谈 OK 本来 OK 任何我们在做名词用的时候 任何的 前面下加the 都可以指这一类的人 对不对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比如说the apple apple就是名词嘛 对不对 特有所指的时候 特有所指的时候 the servant 这是特有所指 比如说那边走过来 一个仆人 你看那个仆人 the servant the servant the apple 桌上的这一个苹果 定冠词的用法是 他要有所指 但是他有一个特殊的用法 在不只是圣经上 我们写桌上常常可以用 the 后面加一个形容词 OK 他将形容词的时候 其实他是指的 符合那个条件的 那一类的人 the poor 就是指穷人 the rich 就是指有钱人 the righteous 就是指那些公义的人 是两回事 所以你不要把它 混为一谈 本来名词 本身就可以有所指定 就像我前面讲 the servant the apple the banana 都可以啊 没有问题 OK 那么 敌人的话是 enemy 有很多种说法 可以说enemy 其中一个字是enemy 就是敌人本身 就是一个名词 the enemy 然后加了yes 你选择名词 你选择名词你就用名词吗 OK 就是the wicked the simple the arrog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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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是定冠词加形容词 相当于一个名词 他们合起来是一个名词 没错 他指的是那一类的人 他没有所指哪一个 他指的是那一类的人 符合这个条件的那一种人 明白了 符合这个条件的那一种人 谢谢老师 就是另外还有就是 关于各种各样法律的区别 就是有 我看到有do 有statues 有decrees 我们今天这里不讲 因为我们过去已经有过录音 你找苏珊要一下 有这些 有关于各种法律啊 法律啊 什么的这些东西 statues是比较大的 law是比较大的 OK decrease是比较下面的 这样子 OK 谢谢老师 没有了 OK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122节 22节 122节 122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那个 ensure your servant's well-being 这是保证你仆人的 well-being well-being 就是有好处 他的福 好处 比如说 要线了 sorry OK well-being指的就是 对什么东西有好处 对它是有福利 福祉 比如说这个国家的领导人 他为我们谋福利 对不对 为我们谋我们的福祉 这就是一种well-being insure 就是保证的意思 insure OK insure就是要保证 什么确保一个什么事情 insure 比如说你是一个家里的男人 你是一个家里的长辈 或者什么 你要确保你这个家里面 每个人都有饭吃 这个是insure 对不对 insure 好 好 谢谢老师 他跟那个make sure that 基本上是一个意思 只是他insure是一个动词 你有很多种说法的 yeah excuse me Jane yeah would you put extend to 125 verse 125 125 121还是 sorry 125 125 125 好 yeah 25 怎么样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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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 me read the sentence first no that's okay you直接get to the point 你的问题是什么 不需要全部重念没关系 你说吧 you give me the discernment that I might understand your statutes here we can say a word discernment since we have learned yeah we have learned a lot of words inside yeah yesterday yeah could you please yeah tell us the the detail difference with these two words this discernment and inside and how to use them okay discernment okay 我们先讲 昨天我们讲过的 okay 我们昨天讲过的 这个inside inside 没有什么问题 inside 就是对一个事情 有洞察力 洞察力 看得很深入 okay 知道是怎么回事 洞察 有的人是没有洞察力的 看不清楚 看不深入 看不明白 这样讲好了 okay 好 另外一个 discernment 指的是 辨别的能力 辨别的能力 所以 okay inside 是洞察力 我看得很深 discernment 指的是一种 辨别的能力 okay 这两个看起来是 很很类似 是不是 很类似 okay 那一般来讲的话 这个 这个洞察力 指的 我们前面讲的 okay 把它写出来 inside 指的是深度的问题 你这个问题 比如像我 我这个平凡 大妈 我很多时候 我看不明白 不清楚 okay 那我就是 就是比较没有 inside 没有inside的人 okay 我看不清楚 right okay 好 那如果是呢 discernment呢 discernment是什么 是辨别的能力 okay 辨别的能力 强调的是你的理解 你对这个事情到底 离不理解 还有呢 你的同情的程度 okay 比如说这件事情 现在一个 一个什么乞丐 在旁边 在怎么样怎么样 在要饭 或怎么样 你有没有discernment 因为你可以看到 这个乞丐背后的一些故事 你对他的同情心 你对他的这种 了解 辨别的能力 理解的 这种同情心 这个是属于discernment inside是把这个问题 看得很深入 在某个层次里面 他们可以类似 okay 但是inside 比较强调的 就是深度 就是深度 辨别的能力 是你要能辨别 比如说 这个乞丐坐在那里 他根本就是一个虚伪的 还是他是一个 很真诚的 然后他背后的故事 是怎么样 你是不是能够体会得到 体会到他 同情他 你有感情 就是说 你能够把你的感情 去体会到 他为什么这样做 这个就是discernment 所以这个有可能 不是只是深度的问题 而是一个广度的问题 That's the reason why inside跟discernment 不太一样 okay 好 我们来看我们这个 经文里面讲到的 我们看一下经文里面 经文里面说 Give me discernment that I may understand your statutes okay 他要的是discernment okay 不是inside inside是说 比如说今天 我是一个学者 我来研究这个法律 这个律法 这个事情的历史 背景 成因 什么 很深入的研讨 这是inside 但是这个discernment的话 就不一样 在灵性 在研究神学 在什么什么话 我要了解的是 对神的法度的了解 所以这个东西牵涉到你的广度的问题 还有包括你的感情 你是不是能够同情这一类 比如说今天同样的神的律法里面 神为什么说不可以什么 不可以犯奸淫 okay 你不要只是针对 就是说知道了是一回事 可是你要有discernment的话 你就要体会到这个东西运用在你生活里面的时候 你怎么样去理解 能不能最重要有分辨的能力 然后有同情心 这个就是discernment 能不能理解 yeah 所以inside跟discernment是有点不一样的 inside就是强调你对一个事情很深入的了解 挖的很深深入的了解 discernment呢 是有感情的因素 而且是有在这里的话是有对神的律法 他的法度的这种理解 你有辨别的能力 这个叫discernment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okay 老师是不是单止属灵的智慧 不一定是属灵的智慧 但是他一定覆盖在属灵的智慧里面 discernment 对 discernment的话一定是有 就是说你对这个辨别的能力 比如说这个人 他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 为什么我们要说 人不可以犯奸淫 为什么要说 我举例很简单 为什么实界里面要说不可以犯奸淫 原因是什么缘故 他的来龙去脉 然后呢 他犯了奸淫以后 你要有能力去辨别他 这个是辨别的能力 然后呢 你要有那个同情心 所以这个是discernment 所以discernment是比较偏重在 神学方面 灵性方面 这个字是比较偏重在这一点的 谢谢老师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对老师 我昨天那个112节最后那一句 你能帮我 那再帮我讲一下吧 to the very end to the very end to the very end 这个to the end就可以了 对不对 就合语法了 to the very end 这个是加重语气 对不对 一直到 到底为止 就是很底很底 到终极的位置 到终极 一直到底 OK My heart is set on keeping 前面讲他做一件事情 他的心要转向 维持一直持守着这个律法 持守着这个律力 然后to the very end 这个end 就不要追究什么end了 OK 就是一直遵守到底 very end 是一个强调加重语气 就是非常非常 一直到底为止 到他的能力 所及的范围 到底 到他活着生命的最后一天 这样讲 to the very end 我们常常可以这样讲 OK to the end I love you to the end OK 我会一直爱你爱到底 to the very end 这就是再加重语气 好 就是那个爱你到底的那个意思 to the very end 就是已经没有办法 抵得底了 就这样子 只能这样说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first one twenty one twenty eight one twen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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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 the last sentence stand in all of your laws stand in all of 这个 这个词主 就是应该是属于 敬畏 敬畏的意思 有敬畏的意思 所以敬畏你的律法 in all OK in all 通常指的是 就是敬畏 in all 本身就是敬畏 in all OK I stand 表示是我立在一种 敬畏的这种状态之下 我这个stand 就是我一直立在那种 敬畏的状态之下 对你的律法 我是这样子的敬畏的 OK OK 好 我们什么问题 No more problem I will see stand in all 这个也是常常用的一个语法 常常这样 stand in all of stand in all 但是这个不是很普通的状态之下 OK stand in all 比如说你对一个 stand in all 指的就是我很敬畏 什么东西 OK 那通常的话 一般的就是 真的是非常让人敬畏的状态 你才用这个字 Stand in all Stand in all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啊哈 是一百一百一十九 它这个酸就是固体的那种杂质 也可以是液体的一块块软软的 而且那个油浮在上面 那个可不可以是这个 基本上 就是那种人不要的东西 哦 不要的就是杂质 人不要的东西 OK 倒不在意说是什么样的情况 可是最重要的是 它是人家不要的东西 好的 杂质 除渣 就是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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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人要的东西 没有用的东西 废物都可以 用这个字 Draws 好的 谢谢老师 OK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这个除掉就是 Discard Discard You discard OK Scar OK 这个字在我们 什么地方有用 我们好像前面有 我学过这个 基本上Discard 就是把它丢弃 不要了 抛弃了 Discard 或者是你不顾这个 OK 我现在讲的这些 赚钱的方法 下一年度 公司赚钱的方法 排除掉了 什么什么考虑 我是不考虑成本的情况之下 Discard 不考虑成本的情况之下 我来做这样子的 预估 所以Discard是把什么东西 抛弃掉 扔掉 排除掉 哦 谢谢 Discard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130节 130节 怎么样 yeah the unfolding of your words gives night unfolding here 这个folding fold 就是把什么纸上啊 文件折起来 那unfolding就是把它打开 把一个话轴 一个卷轴 一个文件 展开来 所以基本上 可以说 把你的话语 把神的话语展开来 嗯 ok 神的话语展开来以后 就可以给给我们亮光 对 这是一个很好的用法 就是可以说是展开 可以说开启 开启 ok 你的话语呢 一旦开启了以后 就发出亮光 神的话语一旦开启 就有亮光 这个亮光就可以使什么 使那些幼稚 使那些头脑很简单的那些人 他们突然间就有了理解 不然的话 神的话语如果不开启 不展开来的话 他们可能一辈子都不能理解 好 对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那个均119139 139 ok 好 怎么样 我看的时候 就这个 我就没明白这啥意思 ok 首先你要知道什么叫zeal 什么叫zeal zeal是什么 交集吗 那个 热情 zeal是一种热情 一种热心 比如说这个人在团体里头 热忱 他一天到晚为穷人谋福利 他一天到晚发放免费物资给穷人 他一天到晚去家访 做这个做那个 这是一种zeal zeal 超越普通人能做的这种热忱 热情 热心热情 这个叫zeal ok 所以我自己本身的这种热情 这种热心 ok wear me out 什么叫wear out 消磨了 磨损了 消磨了 傲尽了 wear out在很多地方我们都都用到 比如说这个鞋子已经wear out 对不对 这个鞋子已经wear out 表示这个鞋已经坏掉了 ok 然后这个这个什么衣服已经wear out 衣服已经磨损了 手套已经弄坏了 wear out就是磨损了 这个热情 我自己本身的这种热心 把我自己给磨损掉了 就是我已经都快被烧掉了 我被磨损掉了 那这个热忱一定是力度很大很大 是吧 我非常的热情 非常的热忱 做某件事情 ok 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为什么会这么热忱热心 焦急的要来做这件事情呢 是因为 from my enemies ignore my your words 因为我看到我的敌人 他们都怎么样 整个忽略掉你的话语 他们都不管神的话语 我看到他们都不遵守神的话语 ignore ok 完全不理的意思 ok 敌人完全不理神的话语 这种事情造成我内心的这种热忱 ok 焦急的不得了 ok 这种热情呢 就把我自己几乎给烧掉了 把我自己都损耗掉了 这样能不能理解 你看到一件事情 好的事情没有做 你看到所有全班同学都作弊 你没有作弊 你内心的这种热忱 这种对这件事情很热忱的事情 校长告诉我们不可以作弊啊 可是全班同学都在做不好的事情的时候 我这种想要推广做对的事情的这种热忱 把我自己都给损耗掉了 我明白了 我可能单词没认识 这wear我就是 穿衣服的穿嘛 我就是可能 这里的理解 你要看这个wear out wear out是把什么东西给磨损了 鞋子磨损 如果鞋子如果wear out 就表示这个鞋子已经快坏了 鞋带都断了 把什么东西磨损掉 比如说你常用的车子常开 轮胎磨损了 wear out 衣服也可以磨损 我衣服都破洞了 袜子磨损都是洞洞了 是吧 wear out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verse 131 131 OK好 怎么样 131 not 41 oh 131 sorry and 31 好 怎么样 I open my mouth and paint 这个paint 就是气喘欲欲的 上气不接下气的意思 是吧 就是 就是这样子 OK 那像那狗狗 那狗狗不是 就是比如说你很努力的在跑 或者你在 做了很努力的做一件事情 办一个很重的东西的时候 这个是paint 你会在那里闯气 这很形象啊 所以跟后面这个 就是这对比的很形象 longing for your commands longing for 就是那种很可怕 就是笑手 他解释给你听 这个句子的结构是这样子 前面是陈述一个事实 OK 我张开我的嘴巴 我就在那里喘气 那你为什么喘气呢 他用一个逗号后面 OK 一个动名词引导的一个这个 这个这个部分呢 就是来解释你前面 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张大口喘气呢 是因为我怎么样 longing for 我非常渴慕 切切的盼望你的命令 OK 所以表示我对他的渴慕 有如此之强烈 是 如此之强烈 对 所以我觉得他写的非常非常形象 这个longing for your commands 我觉得longing for 这有那个翘首以盼 伸长着脖子 在那盼着 是 然后跟前面 跟前面这句话 就 他就很对应了 对吧 open my mouth and paint 气喘意 脏口 大喘气 在那里 翘首以盼 我觉得这个 非常形象 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 我有一个句子不懂 123 123节 对就这个句子 这要是我看的话 我看就是说 我的眼睛瞎了 然后我还去寻找上帝的救恩 还去寻找上帝 我们回到刚刚 listen 我们回到刚刚那个140几节 131 你先看一下131节的结构 前面 我再讲一次 前面陈述一个事实 一个逗号 后面是一个动名词引导的一个重句 来解释前面的原因 你把这一句看懂了 看懂了 ok 好 你现在回到你刚刚的120几 20 23 好 回到123 一样的道理 他陈述一个事实 my eyes fell 我的眼睛已经不行了 不工作 没有功能了 看 眼睛主要的功能是看见 我显然我的眼睛不能看见了 好 逗号 后面也是一样一个动名词 ok 这后面有两个动名词的部分 都是在解释前面形成的原因 我为什么眼睛看不见了 因为我looking for your salvation looking for 什么叫looking for 寻找吗 我一直在找 而且是窃窃的 这个绝对可能 可能他终其一生都在找 是不是 ok 所以这个looking for ok 指的是他对神的这个救恩 ok 神的救恩还有他公义的话语 ok righteous promise 对不对 公义的就是应许 ok 我对这两件事情 looking for 也就是我的眼睛 这肯定要用到眼睛 因为我前面用到眼睛 不停的寻找 不停的寻找 这个可以讲 望眼欲穿 是不是 我用眼睛在找找找找找救恩啊 找公义的应许啊 找到我的眼睛都不能够 所以后面是原因 前面是陈述一个事实 已经以至于我的望眼欲穿 到我眼睛都废了 ok 所以这两个句子基本上是同样的格式 就是前面陈述一个事实 一个逗号 后面是用一个 逗名词引导的这个后面的这个 一个一个部分 子句也好 从句也好 或者什么样 后面是他的原因 你要这样理解 我的眼睛废了 为什么废在后面找原因 因为我不停的在找你的救恩 因为我不停的在找这些你的公义的话语 你的公义的这种应许 所以让我望眼欲穿 我的眼睛就废了 太好了 那个126可能也是这个意思 126当时我也没懂 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吧 126是这样 它是分号 所以通常两个分 分号分别开的两个部分 是两个可以成为独立的句子 可是它一定有相当的原因 想要把它们放在一起 有可能他们都是同样解释 同一个事情 OK 但是基本上 他们是各自可以独立的 OK It's time for you to act act是什么 去做事情 对不对 action 要开始做事情 神啊 这个时候你该采取行动了 OK 什么事情采取行动 到这里 我不知道你要神采取什么行动 对不对 好 后面告诉你 Your law is being broken 神啊 你的律法已经被人家都破坏了 It's being broken 这个是被动式 It's being broken 而且是一直在持续进行之中 注意这是进行式 进行式的被动式 它一直被破坏之中 因为你的律法不断的有这些人 世俗的人 他们不断在破坏你的律法 所以他跟神讲说 神啊 是时候了 你该采取行动了 这个神能采取什么行动呢 神的行动就是 他的意思是说 耶和华你该惩罚他们了 但是老师第一个句子就是 It's time for you to act 我就会理解成为 我 就是说 是时候为你 就是我该为你行动了 我会翻译成这样的 No No It's time for you 所以整个讲的 他是跟谁讲话 他跟耶和华讲话 Oh Lord For you to act 不是for me to act 也就是说 你该采取行动 耶和华是时候了 你该采取行动了 It's time for you 如果他讲 It's time for me 的话 那就是我该采取行动 It's time for you 就是你该采取行动了 就是说 这个时间是你的 该采取行动的时候 是这样理解的 你该采取行动 基本上隐喻的意思就是 你该惩罚这些人 因为他们太坏了 你看你的律法 都被他们破坏了 明白了 谢谢老师 好 OK Good 还有没有其他的 Werse 136 好 136 我们来看一下 好 136怎么样 Streams of tears flow from eyes 这句话我觉得写得很好 我们汉语也有这类似的 这个 这种形容 Streams of tears 我们汉语有泪如雨下 它就是内向小溪一样 流下来 它形容的就是说 那个流泪的量多 为什么我流泪的量很多 是因为 Four 后面 Your law is 因为这些人都不听你的话 不遵守你的道 不遵守你的律法 所以我的眼泪就 哗啦哗啦的 大大的流 OK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这也就应该读 Flow 是吧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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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读Flow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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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那个Streams of tears 它是负数嘛 所以它用 它不用第三人称单数 它的原型就是Flow 对 Flow 过去是 现在是 现在是 Flow 过去是 Fly 就EW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没有其他的问题了 老师 我问一下上次就是 您说的一个句子 就是 是 You take your You take your knife in your hand 就是 我不知道是在哪一节里面 记得是哪一节吗 我不记得了 就是不把自己的命当回事吧 就是 OK 然后什么意思 Take your knife in your hands 就是这一句话 然后呢 我就在那个百度上 就是 又搜了一下 就翻译一下 这个翻译就是 它是两个意思 就是完全不是一个意思 就是我们学的 就是在课堂上学的 就是在你这边 你翻译的 就是 不把自己的生命当回事 然后那个上面翻译成是 它说 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我觉得这个是天壤之别呀 是这个翻译是对的呢 还是 是错误的 我们看一下那个经文好不好 这样讲 不 我觉得 109 老师 109 嗯 OK I constantly Take my life in my hands 是的 就是 你觉得是什么翻译 你觉得应该是什么翻译 我觉得这句话在这里翻译很好啊 就是我们 我们当我们没有把自己的生命 放在 放在神的手里的时候 放在自己的手里 那是过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信仰 这肯定是不对的 没有按照神的律法去生活 没有按照神的话语 这中间的差别是在 很多没有信仰的人 他觉得这句话没有问题 Of course 我应该take my life in my hands 生命是掌握在我手上的 我想怎么样 对对对 是 这是外邦人的想法 但是在这个地方 109 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 在诗篇里面教导你的时候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因为你不把一切放在神的手中 人给引生出来 就是为什么他会危险 因为他自以为是 I mean OK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角度 去看这件事情 世人世俗的人看 觉得太伟大了 我这个人你看 我一切掌握在我手中 我高兴怎样 我就怎么样做 对不对 还有什么还可以与天争地 对不对 我还要怎么样什么 还有那些讲法 比如说这个人一定会 人定胜天 对吧 讲这种话 对对 这个是世俗人的看法 所以他们 Of course 他们会觉得 take my life in my hands 这是太棒了 这个人真有勇气 但在我们看来 你不敬畏 是命硬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他是这样翻译的 我就在想 就是不是因为我们这种 文化 就是因为没有信仰 就是还是受那种 人定胜天 还是受那种 那种没有信仰的 就是比较高举自己的 这个文化背景 所以他翻译出来的是 这个样子 他为什么这样翻译 我没办法替他说话 但是我知道的是 你在无神论的环境里面 你去谈这个问题 一定会走到那个路线上 因为他没有神的概念 可是对于基督徒而言的话 我们是有神的概念的 是有造物主的概念的 所以这句话 在他们看来是觉得是 值得骄傲的事情 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危险的事情 非常危险 是 因为我英语基础比较差 老师 我就觉得很困难 就有点想放弃了 那天我就听了你这句话以后 我就觉得然后又根据我在这个网上 就是翻了一下这两句话 哎呀 我觉得这是两重天 我还是要咬紧牙关坚持下来 这诗篇太美了 真的是 太美了 就很多事情 你有神跟你没有神的时候 你就像戴不同的眼镜 去看一件事情一样 有的时候很难沟通的 但是对他们而言太好了 我人定圣天 我这个怎么样怎么样的 一切生命是掌握在我手上 他们喜欢这样说话 可是当你有了人生的经历以后 你所有的一切 不是掌握在你的手中的 不是 你如果有这种想法 而且你的人生 一直好好的朝这个 一直朝这个方向去做下去的话 其实是一种 你看他的翻译 危险 非常危险 所以为什么我们祷告的时候 为什么基督徒要把生命 放在神的手上 求神眷顾 求神扶持 为什么 你们这些基督徒都能力太差了 你们怎么都不懂得人定圣天呢 因为他们不敬为神 所以他就会走到这条路上去 是的 是的 不同的这种信号和文化背景 不同 完全不同 两重天 谢谢 谢谢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Verse 140 我们来看一下140节 140 好 怎么样 Let's see Your promises have been thoroughly tested 这个sourly 我就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发音 sourly 可是我查了一下字典呢 查字典呢 好像每音发音是sourly 音音发音sourly 对 sourly 没有问题是在那个th的音 不能有嘶嘶嘶嘶的声音出来 所以他的sourly sourly 我的意思是第一个原因音节 这个o这里 那么的话如果sourly的话就是短缘音 out out就反思音那个 国际音标反思音out 如果查的字典呢 这个 这个字典里面 他这个每音是air sourly sourly 一音是sourly sourly 就是out 就是一个反例 这样 你听的是什么每音字典 我这头听的没有这个ad 也就是sourly sourly 对 所以我感觉很疑惑嘛 sourly 你的每音是对啊 yeah 就是很普通的 sourly 我查的是这个 就我看一下啊 我查的是 叫 什么呢 sourly 对 我查的是那个 sourly 跟他这个音标一模一样 就是我用的是谷歌字典 就随便的 谷歌网站 他的音标跟他的读音是一模一样 没有任何问题 我查的是这个 有道 有道是那里面的 这样 有道有一些发音是音式的发音 是啊 比较不一样 对 他排列出来了 他列出来的这个音式发音 是out sourly 这样 就是那个反例 国际音标反例 而这个音式发音呢 不是 每次发音是sour 就是那个反三 一二三的三 反三 air 没有 我的注音就是 我的注音就是反义 你要看 他是用的 KK音标 还是用的那个 国际音标 然后你才能读对 对 然后你才能读对了 因为我两个都学 所以有点混 美国东岸的人 美国东岸的人 他比较偏向 比较像 英式的发音 有点像那个 这个音 OK 但是也有可能 在西岸这边的人呢 有的人念 thoroughly thoroughly 因为西岸的人 像德州 或者加州人 舌头比较懒 比较懒 他不喜欢把嘴巴张 那么大 那么深 所以他就 thoroughly thoroughly 可是绝对不会 变成道三那个音 不会 thoroughly 不会这样念 他是er的音 er的音 thoroughly 所以他们说的是 韩皇后五的音 就是德州人 舌头比较懒 加州人也是比较 属于比较懒的那一种 那东岸的人呢 他们的音 比较有点像 不是说完全 有点像 英式的发音 可以 所以他们很多东西 发罪型 就会比较深 比较大 thoroughly 他们喜欢这样 反正你念 这个意思是什么 完全的彻底的 完全彻底 thoroughly 完全彻底的 完全彻底的 测试 一被试念 这个地方是被测试 对 这里有个必动词 所以指的是 神的应许 是经得起考验的 都已经被测试过的 是经得起考验的 所以他才用精炼 这个词 明白了 所以说 这个sorily 不管是sorily 还是sorily 还是sorily 反正别人都懂得了 无所谓的是吧 你要看你用在哪里 但是我觉得不会是 sorily 不会这样念 应该是 er的音吧 sorily 因为他舌头懒 他就不喜欢把嘴 张得很深 如果你张得很深 就是sorily 就像那个cup cup 那个杯子 那个音 是 cup sor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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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ily指的是 一个人做事情 OK 是不是很彻底 很完整 OK 是 你说我今天 功课已经做完了 completely 全部做完 这是completely 但是有没有sorily呢 finish 有没有sorily completely 可能不sorily 有这种情况吧 嗯 彻底 这个sorily 是指说 你要功课 要做得很好 老师要求你做什么 你每个部分都做完了 而且是 很用心的 把它做好了 completely 有可能我只是 做完了而已 但是我可能 都是随便做的 OK so completely 跟sorily 它们之间 还是有差别的 太好了这样的 谢谢 OK 好 OK 好 这个彩虹 怎么样 有什么问题 来说说 你好老师 我今年是 昨天我就听了一会儿 然后就下线了 今天是 我一直听到现在 因为我是新来的 我也没有什么用 我想问一下 我怎么能 嗯 没有问题了 那我们今天来看看 我们要看的这个 OK 昨天讲到这个 Soms 我们这个 圣经工程的这个 内文呢 在介绍 诗篇到底是一部 怎么样的书 我们来看一看 OK 好 所以我们昨天讲到呢 这个 已经知道 诗篇是分五个部分的 Book one Book two Book three right 五个部分 好 五个部分里面 他现在要讲的是 Som one 跟 two OK 第一首诗 跟第二首诗 第一首诗 跟第二首诗 它是一个介绍性质 对诗篇 一百五十首这些全部的一个介绍性质 而且 Stand outside of the book one 它基本上独立于 立于第一部分的外面 它不是属于第一个部分的里面 因为它的性质很特殊 它是一个 Introduction 它是一个介绍的情况 它在介绍诗篇 OK 好 所以呢 它就讲说 因为它解释给你听 Because most of the poems in book one are linked to 因为大部分 第一个部分的诗 诗篇里面 第一个部分呢 都是跟大卫王有关系 除了 Som one and two 除了第一首 跟第二首诗 而这第一首跟第二首诗呢 没有提到什么人 它基本上就是介绍的性质 所以它并不是在介绍 大卫王跟这个第一部分一样 它不一样 它是 Which are anonymous Anonymous 这个字我们上次学过 无名式 它讲的是无名式的东西 OK 好 这样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们今天从这个地方开始 接下来往下讲 Someone celebrates How blessed the person is who meditates on the Torah OK 所以 Someone 这第一首诗呢 它在那里怎么样 Celebrates 什么叫celebrate 老师是庆祝的 对 它基本上 Someone 这第一首诗呢 诗篇的第一首诗 它是在那里庆祝 讲的是什么东西 How blessed the person is 就是这个人 可以如此得到祝福 OK 如此的有福 如果他做后面的事情的话 Who meditates on the Torah Meditates on the Torah 指这个人怎么样 这个人 这个人如果默想这些妥拉经 也就所谓的摩西五经 一个人如果他仔细的研究 默想深思 这个摩西五经的话 这个人呢 可以是 How blessed 何等的有福啊 所以第一首诗 他就是在庆祝 在欢庆 这个人如此之有福 他讲的就是这种事情 好 Prayerfully Reading it Day and Night Prayerfully 这个字什么意思 他修饰的是reading 对不对 可见 reading是阅读嘛 他肯定是一种阅读的方法 这种阅读的方法是 Prayerfully reading 所以谁可以告诉我 什么叫做 Prayerfully 敬前 很虔诚的 叫Prayerfully 前半段可以很容易猜得出来 Prayer是祷告 对不对 Prayerfully 这是一个副词 你读 要读得很敬前的话 而且读到什么程度 Day and Night 日夜 敬前的读 OK 所以一个人如果 深思默想 这个摩西五经 而且日夜敬前的读 还要读 光读没有用 还有后半段 Then Obeying it Obeying it 是指什么 叫遵从 遵守他 遵守 遵守 对不对 所以首先一个人 如果他深思默想 摩西五经 陀拉经 然后他日夜敬前的读 而且他要遵守他所读的东西 这个人是 How blessed a person is 这个人是如此之有福啊 这个人肯定是有福的啦 OK 所以第一首诗 就是在这里庆祝 讲 这样的人有福啦 有福啦 OK 那做有三个条件 第一 你要默想 Meditate 第二 你要prayerfully reading 你要非常敬虔的读 日夜读啊 第三个 你要遵守 Obeying it OK 这个没有问题了 Now 现在就要讲这个 The word Torah Torah这个字 是什么意思 OK Torah这个字 Simply 其实它很简单 它说 It simply means 它就简单的意思就是 Teaching And more specifically It came to refer To the five books of Moses 它就是一种教导 Torah本身就是一种教导 而且是 More specifically 什么叫 Specifically 很具体 更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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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比如说我们常常讲 这个你明天 什么 我们约好 在什么什么地方 你这个 能不能说的更具体一点呢 在这个 我们约在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那么大 约在哪里见面呢 More specifically 我告诉你 就在北京大学的 那个北字下面 集合 这下不会跑乱了吧 对不对 你也不要跑到 北京大学里面 不要跑到 北京大学的 门口的门房 不要跑到 北京的后门去 Specifically 非常具体 就是更仔细的说 就在北京大学的 北字下面 那个地方 我在那里见你 Specifically OK 好 更简单的说 It came to refer to 他是讲的有关于 他提到的是 是有关于 Five books of Moses 摩西的五本书 五卷书 Five books of Moses That began the Old Testament 这个摩西的五卷书 大家知道是什么 就是旧约的 开始的五本书 这下没有问题了 很简单了 所以拓拉经是什么 是摩西的五卷书 这五卷书是什么书呢 就是旧约的 开始的五本 从创世纪开始 你数五本 这个就是他的摩西的五经 然后这个拓拉 托尔这个字 主要就是告诉你 要教导你 而且更具体的说 他提到的就是 摩西的五本书 也就是旧约开始的五本 好 这样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OK Here actually 事实上 OK The word seems to be used with both meanings in mind OK 这个 The word the word seems to be used 这个 the word 这个 word 是指什么东西啊 Torah Yeah Torah OK seems to be used with both meanings in mind OK 是两层的意义 在你的心里面 OK 它其实是有两层的意义 both OK both meanings in mind 然后呢 which explains why it has five main parts OK 所以对应的这个五 你有没有看到 五这个摩西的是五 五经 对吧 五本书 但是我们这个 我们的诗篇的开 也是分成五个部分 所以这个是很有意义的 OK 好 The book of Psalms is being offered as a new Torah 哦 现在知道了 这个诗篇这卷书 它的地位 is being offered 这个offer什么意思啊 被怎么样 提供 提供 供应 被别人提供出来 被别人说成是什么 New Torah 它是一本新的陀拉经 所以把诗篇跟陀拉经 放在一起比较 OK 所以你就知道诗篇的重要性了 That will teach God's people the lifelong practice of prayer 这件书是用来 后面是非常重要 这件书是用来 Teach 要教导 教导什么人 God's people 上帝的子民 这卷书 诗篇是用来教导上帝的子民 什么东西 The lifelong practice of prayer 什么叫 practice of prayer 就是祷告的实践吗 祷告者的实践 OK 它是要教你怎么去实践 practice就是do的意思 怎么样去做祷告 而你这个祷告不是 礼拜一 礼拜二 初一 十五 三天打鱼 两天晒 它是 life long life long 是什么东西 终生的 终生 你一辈子都要用到的 基督徒一辈子都要用到的 所以 终生都要用到的 这个 怎么去做祷告 practice of prayer 实践这个祷告 做祷告 OK 什么时候要做这个呢 as they strive to strive to 谁知道什么叫strive to 那是努力 OK 他们努力 基督徒有个方向 他们努力去做什么呢 obey God's comments 努力的去遵从上帝的指示 上帝的命令 given in the first Torah OK first Torah指的是什么东西 first Torah 特拉经的第一眷属 就是 就是 first Torah 我们现在这个被认为是新陀拉经 New Torah 对不对 所以 这些基督徒 他们很努力的遵从上帝的命令 OK 然后呢 这个 New Torah 我们现在诗篇叫做新陀拉经 他主要就是教导 这些上帝的子民 你终生都要做的 都要实践的祷告 OK 因为你努力要遵从上帝的命令嘛 是不是 在第一部陀拉经里面 所以我现在在这里 我这个诗篇就是教导你 怎么样去怎么样 practice of prayer 你去做你的祷告 实践你的祷告 在你一生之中都要做的 这个很重要 好 Psalms 2 is a poetic reflection on God's promise to King David OK 好 Psalms 2 前面已经讲完Psalms 1了 对不对 Psalms 1的第一首诗 讲的是什么东西 很明白的告诉你 OK 它基本上就是跟陀拉经 是有相对应的 然后教导你怎么去做祷告 那Psalms 2呢 是指第二首诗 我们现在整个诗篇的第二首诗 是一个poetic reflection 什么叫poetic reflection 就是一个诗集的反思吧 OK poetic是一个形容词 对不对 诗的一种反应 OK 一种反馈 OK poetic reflection 它反映什么事情呢 在 God's promise to King David OK OK 所以 基本上就是说 上帝对大卫王的应许 对这件事情 用诗的 诗作的方式 来反应回来 所以是一个reflection reflection这个字 一般是什么意思 反射 反射 比如说镜子的反射 还有呢 还有什么 反应 反思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说法 汉语可以叫什么 反思 是一种写作 诗的写作的方法的一种反思 反思放在什么事情上 是有关于上帝对于大卫王的应许 OK OK 那这个原始 你要有反思 就等于这个反到那个上面去的话 它原始的是从哪里来的呢 原来是来自于 2 Samuel chapter 7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撒末尔记的下 第七章 第七章 OK 好 one day 这个第七章里面有提到 撒末尔记的第七章 下的这个第七章 有提到说 有一天 one day 不知道哪一天 有一天 Messianic king would come and establish God's kingdom over the world 这个里面有讲到说 有一天 尼赛亚大君王 他会来的 然后他会建立神的王国 建立在什么之上 over the world 再建立在整个世界之上 而且这个弥赛亚大君王 会做什么事情呢 defeat evil 什么叫做defeat evil 就打败那些邪恶呢 defeat这个字表示是 有没有打 有没有打败 打败了 一定要打败 打败了这个邪恶 所以弥赛亚大君王 他是要来打败邪恶的 defeat evil 还要他要做一件事情 除了打败邪恶 还有rebellion amondination rebellion是什么 重建 rebellion是什么 背叛者 背叛 这些 所以他要打败两件事情 一个是邪恶 一个是背叛 ok 这都是人常犯的罪 这个太司空见怪了 evil and rebellion 这两个是来自哪里的 amondination 在万国之中 不是只有犹太人 ok 日本 中国 韩国 ok 各个民族中间 产生的这种 evil rebellion 他都要把他打败了 这就是弥赛亚大君王 来建立神的王国的 在世界上建立神的王国 他的目的所在 好 这样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好 我们来把这个这一段的地方 我们再来读一下 我们自己读一下 就比较有感觉 昨天讲到这个anonymous 这个位置 我们从someone 谁给我们读一下 好不好 我们读一下 好 indru来 indru给我们读一下 谢谢 好 我们再请下一位 来 Lidia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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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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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word Torah It simply means Teaching And more Spec Spec Specif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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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Came to Refer to The five books OfMoses That Begin The old Testa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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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Very good Very good Thank you 看看还有谁 OK 再来这个 Lisa来 Lisa 帮我们读一下 下一句 好不好 我们在这儿吧 嗯哼 And here actually The word seems To be used With Both Meanings In Mand Which Explained Why It has Five Mand Pars OK Very good Oli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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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sa The book of Solmes 来 在哪里 我还没看到在哪里 Oh Oh The book of Solmes The book of Solmes is being offered as a new Tora That will teach God's people The lifelong practice of prayer As they strive to obey God's commands Given In the first Tora Very good Very good First Torah First Torah 就是摩西的那个武经 对吧 我们再来 Linda 是不是 Linda 来 OK Solmes 2 Solmes 2 Thom 2 Is a poetic Reflection On God's Premise To King David From 2 Samuel Chapter 7 That one day A messiah King Would come And Establish God's kingdom Over the world The evil And Rebellion Among The nations Very good 所以我们知道弥赛亚 所以这整个诗篇一开始 Solmes 2 第一节 第一个诗我们已经讲过 现在第二个诗 第二个诗呢 就已经开始提到了 弥赛亚大君王 OK 弥赛亚大君王 这个弥赛亚大君王是很重要的 OK 弥赛亚大君王他来的时候 他要做什么 OK 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他要做什么呢 他在这里就提到了 OK 他基本上呢 这个 所以你知道你读诗篇的人 应该要先有一个基础 是至少先读旧约的 陀拉经 也就是摩西五经 你先把摩西五经读完了之后 你再来读这个诗篇 你会非常的容易 因为你已经有那个历史的背景 做基础了 OK 好 所以Solmes 2呢 第二首诗 它是一种诗的方式的一种反思 或者是可以说是一种反应 但是你的原始的起点是在哪里 是从2 Samuel OK 所以撒末尔记的下的第七章里面 讲到的 有关于有一天 弥赛亚大君王要来的事情 这个呢 就是在我们的诗篇的第二首诗里面 所讲的 它是一个反思 讲的是神的应许 对大卫的应许 这个呢 是跟弥赛亚大君王有关系的 好 有没有问题 这个怎么读 哪个字 Messia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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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g 使的是那个弥赛亚大君王 Messianic Messianic 我读对吗 Messianic 他原来是Messian Mes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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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现在是形容词 Messianic Messianic King Messianic Messianic King Right 你要不要忘记就是Messian 不要忘记就是Messian Mes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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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之上建立神的王国 第二个 他要打败 打败什么东西呢 打败邪恶 打败这些背叛 各国的这些背叛 好 我们再回到我们前面这个地方 我们从这个 someone开始 我们看看谁 我们再读一下 这个glory来 给我们读一下好不好 这个从这个 someone这里开始 来 好 谢谢老师 someone someone celebrated how blessed the person is who meditates on the Torah 啊 啊 啊 prayerfully reading it day and night and then obey it now the world 好等一下 好 neome 接着听下一句 now the world now the world tora it means teaching and more specifically specifically it came to refer to the five books the five books of muses that begin the old testament very good 好 再来我们请 那个Esther来 Esther帮我们读一下 and here actually thank you and here and here actually and here actually the word seems to be used with both means in mind which which experience why it has five man parts ok 所以这个很关键 five man parts 既然这个诗篇是新陀拉经 所以它也分成五个部分 这五个部分呢 其实也是对应着我们旧约的陀拉经 摩西五经的这五卷书的 是有关系的 这中间是有关系的 ok 好 再来我们看一下是谁 我们再请Joyce来 Joyce帮我们读一下好不好 The Book of Psalms The Book of Psalms is The Book of Psalms is is being offered as a new Torah that will teach God's people the lifelong practice of prayer as the strive to obey God's commands giving in the first Torah very good ok very good first 好 我们接下来再请这个是 英九 是不是 英九来 英九 英九跟我们读一下 verdade Song liv Song Is 父 enquanto poe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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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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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God on God's Permis to King David from 2 Samuel chapter 7 that one day a Messianic king would come and establish establish God's kingdom over the world defeat defeat evil and rebellion and rebellion among the nations very good thank you thank you Joyce来 Joyce帮我们读一下 Psalm 1 Joyce在吗 yes thank you Jim how blessed the person is who meditates on the Torah prayerfully reading it day and night and then obey it thank you Jim thank you ok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比较了解 还有哪一位 另外一位 Lydia 来 Lydia 来 now the word Torah now the word Torah it's a symbol means teaching and more specifically specifically it come to refer to the five books of Moses that begin the early testimony testament testament old testament testament old testament old testament 这个 old testament 就是旧约的意思 旧约的意思 ok 请你把这个再给 再令我读一下吧 这个就是这个 具体 这个就上个节 旧约的意思 now the word Torah it simply means teaching and more specifically it came to refer to the five books of Moses that begin the old testament 这个是 specical 它的重音在 c上面 所以 specifically specifically 注意听 specifically very good thank you 好 刚刚还有一个 Lidia 读过了吗 读过了 我们再来 and here actually 这个000 Lidia 来 and here actually 是的 我刚才读过了 ok 好 所以这一段 我们现在就了解到 就是诗篇很重要 它也分成五个部分 这五个部分 刚好也是对应 我们原来的 妥拉经 这个摩西的 妥拉经的五卷 这个非常重要 好 我们现在来听一下 ok 把我们这个视频呢 整个再听一下 看看我们觉得怎么样 ok 我们你们要从头听呢 还是从 今天读的部分听 从头听啊 ok好 那我们就从头听 ok 好 大主意听一下 大主意听一下 The Book of Psalms it's a collection of 150 ancient Hebrew poems songs and prayers that come from all different periods in Israel's history many of these poems are connected with King David 73 actually and he was known as a poet and a harp player but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authors behind these poems there's the poems of Asaph are from the sons of Korah and some are from other worship leaders in the temple. Even Solomon and Moses have their own poems and nearly one third of these are anonymous. Now many of these poems came to be used by the choirs that sang in Israel's temple but the book of Psalms is actually not a hymn book. At some point in the period after Israel's exile to Babylon these ancient poems were gathered together and intentionally arranged into the book of Psalms before us and it has a very unique design and message that you're not gonna notice unless you read it from beginning to end. Now to see how the book of Psalms is designed it's actually most helpful to start at the end. The book concludes with five poems of praise to the God of Israel and each one begins and ends with the word hallelujah which is Hebrew for a command to tell a group of people to praise Yah which is short for the divine name Yahweh. Now that's a really nice five part arrangement and it looks like someone's giving us a conclusion here to the book. So it invites the question does the book have any other signs of intentional design? If you pay attention to the headings of the poems you'll notice that at five places your Bible translators have the heading book one, book two, book three, four and five at various points and that these divide the book into five large sections. Now th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the final poem in each of those sections have a very similar ending that looks like an editorial edition. It reads something like may the Lord the God of Israel be blessed forever and ever amen and amen. So the book has a conclusion it has an internal organization into five main parts and so the natural place to go from here is now the beginning to look for an introduction and what do we find? Psalms one and two which stand outside of book one because most of the poems in book one are linked to David except Psalms one and two which are anonymous. Psalm one celebrates how blessed the person is who meditates on the Torah, prayerfully reading it day and night and then obeying it. Now the word Torah simply means teaching and more specifically it came to refer to the five books of Moses that begin the Old Testament. and here actually the word seems to be used with both meanings in mind which explains why it has five main parts. The book of Psalms is being offered as a new Torah that will teach God's people the lifelong practice of prayer as they strive to obey God's commands given in the first Torah. Psalm two is a poetic reflection on God's promise to King David from second Samuel chapter seven that one day a messianic king would come and establish God's kingdom over the world, defeat evil and rebellion among the nations. Now Psalm two concludes by saying that all those who take refuge in the messianic king will be blessed, precisely the word used to Okay, we'll be here. What's the problem? 老师刚才对不起 那个Celebrate 第一个就是庆祝的 Celebrate Celebrate Celebrate, right Okay, so what's the name of the word? 所谓的庆祝是怎么解释 Celebrate 就是比如说这种句型 哎呀,什么什么人有福了 清新的人有福了 什么什么有福了 这样子真是好啊 这种句子就叫celebrate 哦,正是好,这种句子 对,就是祝福的诗句 庆祝的这种诗句 哎呀,这真是太棒了 神的爱真是太多了 太怎么样了 这种就是celebrate 哦,好好,谢谢老师 这种就叫做celebrate 所以你去看一下someone的第一首诗的时候 他就在教导你 就是说,ok,如果你好好的读陀拉经的话 好好的默契啊 他会教你日夜的读 然后你要遵守它 哇,你就有福了 哦,谢谢老师 陀拉的两个行为 一个是教导,一个是摩西五经 哦,好的 没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这个庆祝就是做了这件事情以后很高兴 然后就,这就是口头上呢 还是实际行动上也行 基本上我们现在读的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在文字稿上的 他说这个经文到底是做什么 OK,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可能会对你们比较有帮助,OK 你去看一下 你们还记得第一首诗里面讲些什么东西吗 还记得吗 有没有人记得 我们把这个诗篇里面的第一首诗给叫出来 来看一下 看看是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 OK,我们看一下 OK,他说 主要是讲什么样的人有福了 OK,so blessed is 所以他是一种在欢庆 在庆祝这种口气 OK 什么什么人有福了 这样的人什么人呢 OK,就是他要什么样是有福呢 他要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什么什么 这样的人是有福了 Blast is OK,这个人要这样子 要这样做,要这样做,要这样做 这样做,他就是有福了 所以这个基本上是怎么样 你可能感觉到不到celebrate,是不是 你们是不是感觉不到celebrate Yeah Okay,他说celebrate的意思就是说 很高兴,为某件事情很高兴 OK,我们读起来的时候 中国人很严肃 我们一看到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 我们觉得就是怎么样 好像老师在开局一样 不可以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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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们忘记了前面的有福的人 Blast is 他的英文的 你单纯看英文的句型 他告诉你这样的人有福了 所以他是在替那个有福的那个人 在celebrate 哇这样的人真好,真有福 这样的人他不这样做,不这样做,不这样做 你看他就有福了 但是如果你用中国人的方式来读这首诗的时候 你完全会抹灭掉那个有福的人 你专门看后面 不可以这样做,不可以这样做 好像校长在拍桌子一样 不准这样做,不准这样做,不准这样做 你误解了这首诗的意思 英文的句子是 Blast is 凡是Blessed is 就是这样这样这样做的人 有福了,太好了,太棒了 这是一个赞美的这种意思 他是在那里赞叹,在那里庆祝 OK,就像你看到一个美女 哇这个腿这么长,哎呀太美了 脸蛋这么漂亮,太棒了 哎呀你看他穿起衣服来,真有型 这个是在祝福 Blast 所以他说celebrate 所以中文的翻译的时候 其实没有把这个blast is 这个部分给翻出来 没办法 透过不同的语言 你就掉了那个感受 其实这个重点是在blast is 这个后面这样做的人 全部都是有福的人 他不从恶人的计谋 他不占罪人的道路 他也不什么做这些绩效的人的座位 这样的人,哎呀大大的有福了 所以是不是celebrate right 对,可是我们中国人的眼睛来看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就是好像校长拿个戒尺在那里打桌子 不准这样,不准这样,不准这样 我们只看到三个步 我们忘记看 Blast is The one who does not walk his steps with the wicked 所以要了解一下 就是没有对错的问题 只是翻译的不同 很容易让你看不同的东西的角度 但是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讨论 它说celebrate 你们就会有个question mark 哪里有celebrate呢? 因为我们要看blessed is 因为我们要看blessed is 好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啦 好 老师,这里就有夸奖的意思啊 这个celebrate 祝福啊 祝福啊,是不是 祝福啊,然后讲好的事情啊,是不是 在讲好的事情啊 所以他说someone should celebrate 就有道理了,对吧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那个视频是不是读得太快? 他一点都不快啊 他就是正常英文的速度 是我们读得太慢了 哎呀,觉得他读得太快了 不是,他是正常的英文的语速 他是正常的速度 我们是把它放慢的 我们把它给解开来 这样的,剖析开来读的 你可以拿到那个视频 把它一句一句慢慢的放 你可以这样做 但是我告诉你 就是说 这就是一个你看电影的方式 你用这个看也可以 你拿一部电影来看也可以 但是你终究你的目标 是你要赶上它的速度 那我们用什么来弥补这中间的距离呢 就是我跟你讲的 我上次以前好像跟你们提过 你读的时候先全部走一遍 全部都读懂了 好,你都知道这个故事是怎么回事 讲些什么东西 你大概都有概念了 然后呢,你就开始一个部分一个部分的吃下来 可能三分钟,三分钟,五分钟,五分钟,两分钟,两分钟也好 你接受不了,你说我先两分钟也变大 两分钟可能他只讲几个字而已 几个句子而已 OK,一个句子可能都不到 然后你在那两分钟里面反复的读 来回的读 你可以跟读 读到什么程度 读到就是说 你片子播放的时候 你几乎可以为他配音那种程度 他念Sounds 1 Celebrate 我就可以马上就帮他读了 Sounds 1 Celebrate is how blessed 但是我读的速度是跟他能够贴合的 我就像一个配音员可以给他配音一样 你就成功了 对,然后这个两分钟解决了 比如说或者是五分钟解决了 然后你就跳下一个五分钟 下一个五分钟,下一个五分钟 如果你可以用这种方式看完 不用看多 看三部电影以上 你的英文程度就相当不错 用这种方式你可以学到好多东西 是的,是的 老师就是一句一句跟着他读 对啊 就播放 你就学播放学 你不要给自己太多 一次给自己两分钟就两分钟 三分钟就三分钟 五分钟就五分钟 看你能接受的程度 然后你就在那个三分钟里面 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 OK,然后你要学他的语气 学他的什么东西 如果他这边说Celebrate 一定是高兴的声音 你也要高兴的声音 Celebrate 学的时候也要学人家的联读 也要学人家重音放在什么地方 或怎么样去做 这样子 那个前面有一个姐妹 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一个问题 说怎么样去跟上这个东西的话 我觉得我给你的建议是 你每天都来 建议你每天都来跟 OK 哪怕你一天只念一句都行 好的,谢谢 对,你每天都来 然后呢 你也要看到 这个 实不是 他个人 Because 我的 我的 你 我就 我的 我